中共江泽民、周永康团伙遭轻缴的行动持续 中共中纪委今天开记者会宣布 周永康违法违纪案 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并被移送的还包括了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等落马官员 而前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案件也被立案审查